怕麻烦这个事情也真是到极致了 就是因为 你就再麻烦你说 那吃饭你不能嫌麻烦呢 就是你看啊 就比如说一个人 你可以喝点水 随便吃点小零嘴 这样子就饱了 你拿手机点个外卖 点个外卖 那你不得开门吗 你不得给人叫电梯吗 实在不行让外卖送到屋里行吗 那我不给开门 他怎么进屋啊 可是如果一个怕麻烦的 我觉得不会养一只狗吧 这是陪伴 自己 太孤单 找个人 找他陪我吗 这有时候男人就不懂了 对对对 4号面包哥 你好美女 上一次也是一个姑娘来 就是我这个位置没干过那狗 我现在想问问 就是你这个狗带你家 跟男朋友比哪个地位 能更高一点 你就剩一根火得长来 你就是这对象跟狗 就只能活一个 就是你要就是 你就因为这个 为什么要跟狗比呢 我就要争个狗比呢 我就要争个狗比呢 我就要争个狗比现在 狗之后 所以呢好多男生就是内心扎心了 受伤了 所以他一定要问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觉得吧 男朋友没了 可以再找 狗 你一直得养着他呀 就是男朋友不知道什么事情 就能分手 但是狗是一个生命啊 男朋友也是个生命啊 我找不死他 谁因为这灭灯了 就这点自信没有了吗 我们怎么就比狗差了呢 对呀 咋想的 还比不过狗了呢 就是啊 这个世道 男朋友姐我说一句 多大的狗我都见过 我也摆了过 但是今年我真输狗了 你首先吧 首先你得有这个自信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自信的话 我没法给你解释 主要是你不给我自信 就剩一把狗粮 这个自信是你自己给的 不是我给你的 你要清楚啊 我家养这狗 他一个他不吃 他都给狗买吃的 这是个省病啊 我觉得我要求换一批男嘉宾 他们把我段位都拉低了 这以后我还指着找对象 这别人一个接着对象 就全是练的小伙伴 那一起一家宾吧 那你跟不跟狗争呢 我都没办法回答 你说我争还是不争 我争赢了 你说我比狗强那么一点 我争不赢我还不如一只狗 我没办法忍啊 但我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啊 我就觉得 我问个问题啊姑娘 这个你这啥都怕麻烦 这以后生小孩咋整啊 主要是被生过孩子 我不知道这个麻不麻烦 比刺犯麻烦 我原来也不知道 这生孩子麻不麻烦 但我妈看我生孩子 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我没看过 俊强说的这个确实是 因为现在我发现好多年轻人 不出对象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太麻烦了 这我觉得我好像很少 能听到这样的原因 是这一代年轻人 出来的这个原因 是 那啥怕麻烦 游戏不好玩吗 还是手机不好玩 找啥对象呢 还是酒不好喝 是吧 你说一下这什么理论 就是游戏不好玩 是酒不好喝 非得去碰爱情 你看看 这都是这样的 单身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因为怕麻烦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 有对象了我还得琢磨他 是吗 咋的 怎么个琢磨 你看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说咱们两个站在一块 我得考虑 我得我得瞅你一眼吧 那这是不是很麻烦 然后你说他要生气了 我还得哄他 然后我俩刚开始磨合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生气 还不知道哪个地方能触发到他那个点 所以说我不容易生气 但是我怕严谨生气 你想这个过程这么麻烦 对 然后就 对我就不想 就拒绝 拒绝 那你这次来相亲是 这次来我觉得我够岁数了 多大岁数了 23的 就没到23 如果是没到23 你还觉得麻烦 还能再停亮点 对对对 你看 这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王彤啊 今天我觉得你看看 妈妈和家里人 带着那么厚的大红包来的 结果没牵手成 其实挺遗憾的 可是今天王哥得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动物是什么吗 是人 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最麻烦的事是啥吗 是情感 但人之所以有了情感 所以咱们每个人才鲜活 才可爱 才饱满 如果一个没有经历过情感的人 那是不完整的 所以人生既然我们都来了 不要怕麻烦 越麻烦 我们的人生会越精彩 你看老王总结的 多好 谢谢王哥 好 还有我们感慨啊 就做这个节目感慨 现在好多男孩女孩都宅在家里面 对 上一周的节目16号的保龙 他家 他跟我们厂上的一个姑娘 他们俩是住在梅河口的一个小区的一栋楼里头 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在厂上俩人见着了 是我们问出来的 对一个一门一个四门 对一个一个门一个四门 说明什么都宅在家里面 所以你没有没有这个交往的这个半径啊 对不对 对 所以还是要打开门 多接触接触外面的事情 算了吧 麻烦 对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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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该来的他总会来的 那倒是 对 过好今天明天再说嘛 好吧 好吧好吧 尊重你 缘分监制送给你 长春的夜依然灯火烂山 有多少爱在重庆路口 想一回吧 总希望爱心 姑娘表现不错 虽然没成功 但是一万块钱也是女的 行 再给你 还有一个小柳子 好 好 好 宝宝